来工地上修一台设备 这台空压机启动不了 它用的是发电机发出来的电 来看一下 它的主电路是一个新三角江崖启动电路 空压机三箱电路建线 现在呢 现在穿什么情况呢 现在就是不启动 直接不启动 直接不启动 发电机拉也不启动 对不对 它现在不能带吧 十下 你看一下吧 你先去看一看 发电机 在这边 这个发电机算数起来以后 可以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 三项 405V 400V 差不多 三项很平衡 把电送上以后看看 先用弯音表测一下输入电压 就是主线进线电压两两之间 可以400V 是有的 电压正常 然后再有个控制变压器 输入380V 输出220V 看一下 正常 测一下输出 换个250V档 输出电压 正常 240V左右 控制电压没问题 它为啥就启动不了呢 这之前开机的时候 按一下棉测的 它正常是变绿 这是故障代表 14 14代表的是电气故障 以前按的 按这个红色的 一按就开机了 现在开不了 因为这个灯应该灭 变绿灯 它不说是啥故障 共享个14 啥意思 几个意思 这是 他们说以前好使 拉过来就不好使 以前用的是变压器的电 现在用发电机的电不好使 你就试一下 是不是接 普通的工品电 是不是就好使 它工地附近有电箱 为啥不用这个电 因为这个电拉不起来 这个电缆太长了 一用这个控压机 这个电压就降下来了 拉不起来 现在就是说用个细线 给它一个电源 不启动 看看这个故障 能不能消失 一会通商店一试 就知道是电的原因 还是控压机的原因 因为这个控压机 是个老控压机 厂家也找不到了 也没有图纸 所以说不好搞 这种不好搞 在这种硬术的 folder 就 Prestige 随着 到底需求 你理解 还送了嗯等等 断开了呀 他这个风鞋三美滑的地方 嗯他这个线圈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他跟他断开了有关系吗 几个意思是这东西是这样 这就是个注点啊 还那样吗 没有没有还没送电的 这是通的 假如说 这个他应该是通的吗 不通了 跟他有关系吗 跟他这跟这两个注点有关系吗 藏开点 藏开点 不知道是藏开点 但是藏开藏壁 他们俩都是应该是互相工作的 交通吗 他那样不同意这样一个交通 他先通一下电视是吧 收下电视是 看一眼看看这个电了现在能不能好 那那那那 刷电是吧 嗯 还是红灯 你真哥刷头呢 还是闪 那个电还是闪 还是闪对对 还是闪 还是闪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线短接一下试试 要不要短接一下试试呗 行吗 拿个线头 我来怼着 怼着 过来怼着 把这两个短接一下 短接一会儿 可不可以闪不闪 诶 都不又闪了 短接 都不成了三 都不成了 按一张 你动 断好了吗 你把那个一 我按了这个 他就 坦白说就这样 有可能就能启动 还想试一下 那就把那两个线头短接 把这两个线头压在了一起 又接上了发电机 看一下等会发电机通上电以后 看一下能不能好 能不能启动 有点晕了 有点晕了 这不是这不用等吗 不用等 你这在暗 不是这个杀啊 兄弟子 哦 杀 不是这个杀了 这也可以提供吗 你看现在开起来了 那是短接那两个线的原因吗 三一队吗 三一队就对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把那两个线头拆开 再开一个 我能不能启动 就动了 动了一下这个触点 现在行了 现在行了 我就是把触点给它 恢复一下 看试试还能不能启动起来 哦 再试一下 没事 啥没事 这把他不杀就能启动 是哎 哦 心得无聊 心得无聊 就是那个触点的人 触点人 啊 把他触点 还得给它短接 先给你短接 你买一个短子 画好就画 哎 这样转起来了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非常专注 对 感谢您的观看